在天问之路中 三阶是之前所有积蓄和酝酿的一次爆发 可以说天问之路到现在才说得上是成形 虽然确实是质变没错 可对于你而来 这还只是个开始而已 在午后的客厅中 怀尸难得的晒着太阳 凝视着小黑板前面的乌鸦 在他的身后 一根粉笔漂浮在空中 飞速的写下了接下来怀尸的主要目标 一共三个 第一个是当务之急 控制天赋 灾厄和奇迹是一体两面 尤其是圣痕这种萃取自深渊事项的存在 怀尸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天赋隐藏 掌控所有的残隐 这样才算是真正的进阶少私命 否则放着不管甚至心生怠惰的话 早晚会圣痕失控分裂 死得惨不忍睹 这一点上来说 怀尸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隐藏的残隐数量越多 控制的难度就越大 寻常少私命可能需要一两周的时间就完事的工作 对于超出四倍数量以上的怀尸而言 至少就要花三四个月的时间 不过怀尸倒是无所谓 甚至觉得还挺好 虽然这三四个月是自己最虚弱的时间 可这里毕竟是陷阱 自己又是天文会的鹰爪孙 狗腿子 谁会闲着没事不开眼来杀一个监察官 作死那 而且 三四个月的时间而已 熬一熬说不定还能加快速度 至少生命的诞生所带来的控制立刻不是开玩笑的 就当休假落 紧接着 紧随其后的第二件事 融合灵魂 在彻底掌控了少私命的圣痕之后 就要为与筹谋为进阶四阶做准备了 而四阶的前提 就是灵魂和圣痕的彻底融合 应该说 是升华者本身和圣痕的彻底融合 从此无分彼此 成为人形的深渊奇迹 这个过程 就是第三阶之所以被称为以太的原因 以虚无的架空元素 传说中的奇迹物质命名 在这一阶段之中 升华者本身会在圣痕的深度融合之下渐渐地拥有超出常理的力量 比方说纯粹凭借本能的水上行走 没有翅膀的前提之下 无视物理学的自由飞翔 肉眼放射线 骨头变成金属 甚至内脏上也长满鳞片之类的 在这之前 圣痕对人身的强化还必须要局限于人类自身的生态系统和内部循环 无法大刀阔斧地进行 否则的话恐怕就要惨遭暴毙 可随着进入第三阶 深度融合的开始 人类也将从原本软弱的人身渐渐地向着传说生物开始二次进化 可以视作是第二次发育期的到来 开始尝试着突破查拉图斯特拉密仪的封锁 形成自由的循环 虽然依旧有所局限 但毕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在这一过程之中 灵魂也将和圣痕深度统和 形成蜕变 二者结合为一 奠定第四阶的基础 这一期间 灵魂和圣痕的类型相差太大而自我崩溃变成侵蚀种的案例简直数不胜数 要知道大部分野生生华者只能靠运气选圣痕的 就算不至于冲突 在圣痕的压制之下 灵魂能力也会无法增长 逐渐随着自身实力的提升变得可有可无 或者根本就没办法提升 到了这个程度 想要重新再来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白狼钩这种朴系之主的威权遗物可不是谁都能轮得上的 一步踏错 就是步步踏错 一开始如果方向错了 那么就要一辈子卡在三阶了 再或者 就投铁硬莽 赌一赌几率 要么回家吃饭 要么全村吃饭 虽然一般都是后者居多 这一点怀尸完全用不着担心 辅助型就这一点好 只要本身基础类型和属性不是矛盾的太厉害 那么就不用担心会出现当场暴毙的惨烈结局 况且 得益于乌鸦的眼光和一开始的引导 少私命的圣痕和怀尸的圈禁之手之间根本毫无冲突 弃合的要命 而少私命本身所代表的 乃是质子的成长 这一份奇迹和圈禁之手重叠之后 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加速发育的buff 甚至连夭折的可能性都不会出现 等到和圣痕彻底融合之后 圈禁之手还将迎来一次蜕变 只是不知道到时候会出现什么变化 因此 反而最不是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 第二条完全是建立在第三条一切顺利的基础之上 少私命的成长 也就是必须顺应其本身的天命 令这一份奇迹能够趋向于圆满 这才是怀尸掌握少私命圣痕之后要面对的最大问题 少私命这一份奇迹的精髓 就在于质子的成长 乌鸦淡定的说 具体怎么办 你有什么眉目吗 养小孩儿 怀尸捏着下巴 我去赞助一波孤儿院 或者去读个幼教 出来当幼儿园老师 确实 有很多少私命是这么做的 之前理想国里还专门搞了一个曙光儿童基金会 只要进去上班就能坐着掌修正职 后来理想国陨落之后 这个基金会恐怕也破产了 乌鸦摇头 这么做虽然方便 但实际上不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实际上 少私命的成长应该还有一条更加快速和迅捷的道路 而且也是要求最高 收获同样也是最高的选择 怀尸下意识地谨慎起来 该不会是让我自己生吧 生够一百个孩子全都养成圣斗士 啊哈哈 你可真会开玩笑 乌鸦笑了起来 旋即严肃起来 不过这也是个办法来着 还挺适合你的 要不咱考虑一下 别 我就是乱说的 我不打岔了 你继续 怀尸立刻闭嘴 行吧 那就说说最快最难的 乌鸦叹息 虽然少私命本身是奇迹没有错 但不要忘了 这一份奇迹本身就来自于深渊 自身就带着灾恶的属性 想要成长 也必然需要去地狱里去寻求 你就没有想过 质子的成长 除了可以形容个体之外 还可以用在族群之上吗 怀尸 怀尸愣住了 想到了一点什么 难以置信 不会吧 就是这样 没错 乌鸦汉手 少私命成长 最正统最快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挑选一只和自身属性相合的深渊族群 然后从亲自将它们培养成一只正统的深渊大群 当它们的成长完毕的时候 你的少私命也会随之成长完毕 不仅如此 你的手下还会再多出一只正统的军团 而你也同时会成为它们的大群之主 一举三得的好事 凭什么不甘 确实是好事 除了难度高的要命 而且特别容易死之外 而且 牧养深渊族群这种事情 怀尸瞬间反应过来 这 不是在牧场主的碗里抢饭吃吗 抢饭是没错 但你不吃不就完事了 乌鸦震声反驳 那可都是你的炮灰 吃完了谁还当你的工具人 不对 工具大群啊 怀尸陷入沉默 犹豫着 咱不选这个成吗 当然成啊 乌鸦一脸诧异的看着她 那咱就选个别的就是了 难道姐姐我还会逼你选这个吗 当然会啊 听到她这么说 怀尸心里就猛然一沉 好了 这条路稳了 到现在 她哪里还能不知道 这个黑心女人坏得很 每一次都把选择摆在自己跟前 但最后总会被她安排得明明白白 偏偏每一次好像都是怀尸自己选的 好了 这一次不是事先已经征求你的意见了吗 乌鸦落在她的脑袋上 蹦蹦跳跳 姐姐我做鸟呢 还是很民主的 起码要让你同意了才行 怀尸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我不同意是不是就变独裁了 不同意我们还有不同意的做法吗 可你不是好像还挺感兴趣的吗 乌鸦低下头 好像倒悬一般从怀尸的眼前垂下来 端详着她的眼睛 难道你是那种嘴上说不要心里很诚实的类型 感觉好变态啊 怀尸已经根本不想理会她了 好了 不开玩笑了 话归正题 乌鸦的声音严肃起来 这样做 除了最快和收获最大之外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她说 这是唯一一个能够让你能够在四阶之前 乌鸦来讲 少私命本身就应该是四阶的 不是吗 归根结底 少私命和大私命本身就是一体两面 不 应该说是为了照顾升华者本身 强行将一份庞大的奇迹直接拆分成了两个部分而已 因此 也才有了重新合并的可能 否则也不可能在四阶之前偷击 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到时候你就能够以大私命的状态 进阶为云中军 乌鸦停顿了一下 认真的说 到时候 你所对应的五阶就在也不是东军 而是原本只存在于设想之中的太一 太一 怀尸眼前一亮 是会召唤战斗暴龙兽的那个营州人吗 乌鸦无奈叹息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开玩笑 你不也在开玩笑吗 怀尸拍桌 可乌鸦却没有说话 只是沉默地看着他 神情平静 怀尸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难以置信 是真的 嗯 乌鸦汗手 怀尸吓尿了 状态不太好 卷没了 有一段写不太出来 我再磨一磨 难受 可以